这里有一个西瓜 这里还有个小西瓜 香瓜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下面杨子牙 我们的西瓜和香瓜种下去很久 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没有去看它了 今天我们去看看吧,估计是杂草丛生 因为我们湖南这里雨水多嘛 所以比较适合这种杂草的生长 今天给它们出出草,淋淋藤 再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给它们打下测枝 走,干活咯 今天早上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后院这一片 种的香瓜和西瓜的地 昨天老爸就已经把这的杂草正在清理了 这个藤子还有草长得太旺盛了 来的时候这个草都已经到人的腰上了 先把草除一除,藤子里里里 后续还要给西瓜和香瓜把枝打掉 因为现在是阴雨天嘛,很有可能明天又要下雨 所以先把杂草除了之后 选一个晴天 再给它们打枝 这里有一个西瓜 看 很小 还没有清脆的声音 自然成熟的是西瓜 这么一碰,它就裂开了 这里还有个小西瓜 这里还有一个小西瓜 还要清脆的味道 这一碰 这一碰 再週末 看看 昨天不结 把这个顶 放东霜 中脖第一 颶红字不结的 不结公开它 很少挟 先别搅拌 它 野花 所以没够烫 这里是西瓜的花 西瓜的花 这个是雌花 下面裹地的都是雌花 蓝莲继续种苞果 切满这个人工之前 后马就把苞果 王师傅在讲故事 讲那个玉米鸟的故事 后马就把它换了 就够的时间 看看看看 我们这个草好茂盛 草比藤蔓长得很茂盛 香瓜 看 香瓜 这是雌花 应该还没有收粉成功 挤得很少 不多 花比较多 藤蔓也比较多 这里有这么多藤蔓 我还有一个做不事 那水要过去的话 他才开不过 已经比我的样子要卡住了 一五五左右 他不行 你看见面还没够他 看这个根本才结 那是一个水 我误到你喊也 我都要结 结结结结结结不成钱 看这个 这根藤 这根藤是葫芦 葫芦的藤 它的藤是从那边那块地长过来的 它的藤蔓太长了 因为这里我们没有给它搭支架 它就已经爬到这个里子树上来了 爬上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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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花 这个 这是它的果子 果子 哪里边将的金链米的葫芦 就是你拿点葫芦 哦 那个新品种是吧 这个葫芦是个新品种 好像是个造型葫芦 它会长成奇奇怪怪的造型 等它长成功了才知道 老爸说看着不像 可能就是一般的葫芦 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看着有些鸡头也看不出来 哈哈 看着有些鸡头也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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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瓜也是一样的 由于藤蔓太多了 现在也没怎么结 跟西瓜一样 侧藤太消耗养分了 营养不集中 没有营养供给 它就不长果子 跟不上营养 所以把侧子给它打掉 好 从哪儿 在那儿呢 这个葫芦的藤好长好长 好 那些都是葫芦 好怕 都是怕的是的 我估计它能够爬个十几米 最高的地方 西瓜的打枝是留三根主藤 其他的侧枝全都不要 香瓜还需要给它打顶 到时候后续打枝的视频 再给大家做分享 这个草长得太旺盛了 你看看 我们这边雨水丰盛 草也长得比较茂盛 小西瓜 因为它的藤蔓太多了 抢占养分 所以 现在结瓜的概率很小很小 结的瓜不多 寥寥无几 就跟我们蔬菜打枝是一样的 过多的侧枝 它会消耗它主干的养分 导致所有的果子都长不成 导弹鬼 我们去哪儿它去哪儿 都不是 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我们来看 我的核子都活不得了 我来看 老婆 都不集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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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不用怕 是 食粪雅 所以外面就行 您看 您看 我们的鸭子那天晚上找不到了 找了很久也没有听到它叫 第二天早上它自己出来了 它应该是躲在哪个地方不吭声了 这鸭子也是比较聪明 害得我们担心了一个晚上 吃饭了 花椒叶 花生米 有没有加碗,不是喝果汤吗 哇,这个很大 辣子很有味道 冰葱块,再大点 有没有加碗 你有没有加碗 你会有吗 有没有加碗